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的觉醒 我们今天讲这个 继续讲这个普罗万西亚 就是赤坎罗 其实我们今天在讲这一段的历史 好像是穿越时空的戏剧一样 大家不要忘记 你是二十一世纪的人 我们在讲是十七世纪的 四百年前的这个事情 甚至四百多年前 那么你要这两个场景 你要经常能够穿越时空 跳来跳去 大家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整个环境已经变得很厉害了 不过它基本的 重要的一些所谓地标 基本格局还维持在那里 维持在那里 好 我们就看看这个普罗万西亚市镇 上一次讲过这个街道的安排 我讲是荷兰人规划 每一个住家 其实也就是每一个商店 它是给你这个44米乘10米 所以这是一个长条形的这一种结构 我很怀疑很多的这个老的这个市镇 那个店面都窄窄的 但是它的这个近身都很长 是不是这个跟荷兰人最首先 做这种定型的规划有关 是不是因为它因为这样而影响到这个明镇时期 而影响到清朝 而影响到祸兰 甚至到我们今天 这个我希望这个有兴趣的人 能够来研究一下 这个店面那么窄 近身很深的这一种格局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讲 这个先前 刚刚讲的都是一些 这个跟商业有关 这个甚至市集 每周有一次 每个礼拜五 但是这个荷兰人 是统治者 他们也要利用这个地方来休闲 所以联合东西公司 在这四坎这地方 就建造了一座的这个庭园 建造一座庭园 福尔摩沙地方会议 在这个庭园这里举行 这个福尔摩沙地方会议 所以这个一定要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讲 像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在显示这个地方会议 这个所谓福尔摩沙地方会议是什么 就是各地原住民来赤坎 这个地方集会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这荷兰人 把台湾各地原住民分为 这个北中南东四区 分这四区 而一区 这个一天的这个集会 他们这个不远 不远千里 不远百里 而来到这个赤坎这里 当然以前都是要靠走路 不来行吗 不来不行 不来表示你没有归顺 那你没有归顺荷兰人 那来了 这个先看这个图 这个当然这个台湾长官就会跟他们讲话 而且就宣告政令 对吧 宣告政令 再来赏给他们的这个权力象征的 比如说权杖等等的这个 再来这个请他们吃饭 大家知道 像这边这个 大家都坐在这个桌子 这个长条的桌子 所以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在四百年前就吃西餐 吃西餐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告赏他们 那么这个台湾原住民 其实台湾春色的这个语言都是不同的 语言不同 所以这个要经过翻译 而且有的翻译也不只是一种翻译而已 当然河南人是讲 河南长官是讲这个 这个河南话 但是要翻成那个 原住民里面有一个共通的语言 可以说原住民的国语 这个他们是采用新港语 新港语 所以听懂新港语的 这个经过一次翻译就可以 如果新港语还听不懂的 那就还要再透过另外翻译 比如说这个 Katak Grant 对不对 像这里内的还要再经过这个翻译 像这样 所以其实台湾那个说 就是台湾内部也是非常国际化 对吧 这个非常复杂 这个那么多的不同的语言 这个是 这个叫做地方会议 地方会议 那就是在这个赤坎的庭园这边这个举行的 另外这个赤坎农地到古十一岁 他有那个 还有其实像很多港口 河流等等 这种这个叫做 扑寿大会 就是 招标大会 就是招标 好了 这一块农地谁来得标 那你一年就交给这个东印度公司多少税 其他的就是你去收了 对不对 这个港口也是一样 这个港的那个 你向这个公司来承包 你标的 你举的标越高的 额度越高 当然你就得标 那你付的这个钱了 那这个呢 剩下的你要向来捕鱼的这个渔民怎么样 收税怎么样 那是你的事 那时候很多的商人就是在做这一种生意 去得标这一种 最首先有的荷兰的这个职员 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也要去也在标 后来和东印度公司又禁止了 禁止这个职员 公司的职员不能来标 那所以大部分来标的就变成是这个中国人 原住民没有钱去标 没有钱 再来呢 这个也许这个一般的荷兰这个欧洲也有商人 在台湾也不是都是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职员 所以这一类只要不是职员他也可以标 是这一种情形像标寿大会也是在这个庭院这里举行 都是在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地方来这个举行 好了 所以这个16到了1651年 随着Provencia市政的繁荣 荷兰人扣建庭园 那么这个庭园一方面做了这些用途之外 平常也是公司人员的避暑胜地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在安平古堡那里实在也是除了看海之外 其实也是满无聊的 要到台南这一边来 才有这个所谓这个山水之盛 这个才能够休闲 这个1652年这个郭怀怡事件 郭怀怡是从这个四美村 Smitzorov就是差不多今天永康这个地方 借干起义 所以这个总督的一般报告就讲过 说整个因为郭怀怡起来反抗荷兰人 所以整个Provencia的房子 除了几间专造房子之外 全部都被烧掉了 所以郭怀怡登陆首建的市政 郭怀怡在九年之后登陆吧 这应该都是这个郭怀怡事件 谜平之后重建的啦 郭怀怡事件让荷兰人呢 这个决定要加强五倍啦 所以在1653年就建筑城堡 一年完成 那称之为Provencia城 遗址就是今天赤坎楼 在清朝的清代的时候 一般会把这个地方称作 红毛楼 安摩楼 还有或是称作赤坎城 大家知道Provencia城称作赤坎城 而热兰哲城安平古堡那里呢 称作台湾城啦 台湾城这是清朝文献的用法 Provencia城是一个西式的城堡 今天你会觉得很亚裔 西式城堡在哪里啊 你去台南观光你看到的 哦 赤坎楼 赤坎楼 中国宫殿式的建筑 是啊 这两栋在那个地方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一种建筑其实是很晚 非常非常晚的 你去的话你要注意他的基座 赤坎楼的基座 他还是一个西方城堡的那个形式 是吧 所以是上面的那两栋房子 宫殿式的建筑 是十九世纪末才加盖上去的 因为原来的已经隔了两百年了 破坏很厉害的 所以才盖了这个 所以可以说是加盖的一个帽子 两顶帽子 是这样 好了 我想我把那个图 因为这个是 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 要看这一些图 这个我稍稍跟大家解释 其实这是我为了这个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一张所谓 一般叫做这个鹿皮画 其实所谓鹿皮画 往往应该都是水牛皮 他其实画的是 有的时候是画台南这一带 其实我看有的不限于 有的那时候是把整个台湾都画进来 那把当时候的这个生活形态 族群 还有这个各种景观 也都在这个画里面 这一种在今天还保留的不止一件 有公家博物馆的收藏 也有这个民间的收藏 像给大家看的 这个是十七世纪的一张 这个是在收藏在这个柏林的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整个 这个就是普罗万西亚城 城堡的这个形式 大家看这个城堡的形式 当然就是西方式的这个城堡 在周围的这些房子 是中国的中国式的这个建筑了 那等一下这个广告过了以后 大家再回来 我再继续的给大家讲这一些图 好 大家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观众观众大家再回到这个台湾学堂 台湾的觉醒这个节目 好 我们继续 在于我趁这一次的这个机会 把这个赤坎楼的那个情形给大家这个说说 那刚刚这个找的 我按照这个连带的这个先后 我刚刚第一张是选的是这个一个牛皮画 或是说鹿皮画 那收藏在这个博物馆 柏林的博物馆里面的 我现在都是专门针对赤坎楼这个地方 做一个特写给大家来比较 那第二张呢 这个一般称作为叫做台湾语图 收藏在哪里呢 这收藏在台北的228纪念公园 那个国立台湾博物馆里面 那个国立台湾博物馆那个 这个这是承接这个日本的这个总督府博物馆 那里面也有这个日本总督府的这个图书馆的书 所以像这个这一幅地图呢 是那时候的一个馆长 叫做这个山中桥 这个去买到的 那不晓得后来怎么样 这个竟然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 那时候叫做省立博物馆 台湾省立博物馆 就把它提作叫做黄淑敬的这个地图 其实完全是错误的 这个黄淑敬到台湾来是这个1721年的事情 1721年 这个康熙60年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完全错误了 那因为这一幅图的这个地理的这个时间的考证 这个山中桥都做过很好的考证 他从那个朱楼县的那个压门 这个县压门的守在地的那个位置 他去判断这个应该是1704年以前的 1704年以前画的 其实这一张图 我们今天拿来没有时间细讲 今天也没有秀出全部 那是整个台湾的这个地图 它里面也有一些原住民的 一些这个景观 他们的活动 所以在谈原住民的也会用这个 大家要看 大家只是看这个它是一个红毛楼 红毛楼 你看 这个整个的这个当然也是西方古堡的形式 这是1704年以前的这个距离 荷兰人这个退出台湾 这个已经是40年以上了 40年了 好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一张是我现在就是从往后 就是从台湾的一些地方制 这个清朝边的这个台湾地方制 有辅制 有县制 那个辅制当然就是台湾辅 这个里面来那个 像这个1720年的这个辅制 你看它这里标局的一个叫刺坎城 刺坎城 所以这个叫刺坎城 这个安平古堡那个叫做台湾城 是这样 刺坎城当然也是一个西方城堡的形式 不论它画得简单复杂或是这个正确不正确 但是它都是要表示那样的这个意恋 意恋 所以中亚阁在这里 镇北坊这些 这些这些 四边的这个军营等等的 丁亚阁 这个十日阁 十二阁 这一些 辅城坊庙 呼声红 好 看下一张 这个1741年的 这个叙求台湾辅制 你看 这个呢是这个范贤他们编的 这个关帝庙在这里边 红毛楼 总镇城 总镇叫做这个台湾的这个总兵 他也是一样 画得比较 比较不那个 但是他还是一个 古堡西方古堡的形式 来 看下面 这个是1747年的 这个是1747年的 红毛楼一样的 这个是这个 这边关帝庙 马祖宫这是台南的大天后宫的这个 大天后宫的这个 这个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好 大家要看 来 再看下一个 这个1752年的这个宇图 你看 红毛楼一样的 台湾三大天后宫的这个 台湾压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1752年的这个地方字 再看下边一张 这个1760年的一样的是这样 好 我们再看下去 这个1807年的 这已经到19世纪 这个是叙修台湾县制 同样的红毛楼 也是一个西方古堡的形式 所以已经进入19世纪了 也是一样的 他们那时候人所看到的这个 赤坎城 这红毛楼 就是西方古堡 好看 所以 我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个已经是19世纪部的那一种景象 所以给大家讲这一些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 整个地理的形式 虽然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地标的建筑 它的基本规格还是没有变 如果你今天你比较细心 你去观光游览 你还是提醒过 你还是能够看到西方古堡的 那个结构还是存在 那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会再来继续来讲 这个有关于地理形式的变化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 谢谢